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斯特市的市民 不论男女友 早就沿着火炬所经过的路线 占据有离为止 他们都说 在这里住了这么久 从未见过这么多人 终于等到火炬所到晚 原来只是运载火炬所预定接触的池车 但是群众已经兴奋不已 虽然今天并不是周末 但随着奥运圣火的倒林 很多一富丁一带的民众都来到这里迎接圣火 有些还说 要追着圣火的钟影 我在LIS 搭两个钟头火车过来 其实上一次香港全圣火很热很开心 令到我来到英国 我都很想再看 因为就算LIS 下个月全圣火我都会继续参与 对于吴斯特市中心的桥头 属于万级的众中 早已经夹到等待 当中还包括不少农原来打起的华桥 原来最后一帮的火锯手 是在这里长大的老华桥 吴斯特华人会的主席曾永健 他形容虽然只是跑300米左右 但可算是他一生当中最光彩的一刻 他在家道的群众欢呼声当中 跑进了这天的重备中心 吴斯特华人会的传递终点 吴斯特华人会的传递终点 吴斯特华人会的传递 我本人在乌斯特华住过超过35年 我在这里做生意 子女也是出生 我就是第一次感受到 这个非常融洽和开心 这么热闹的气氛 我觉得做火锯手 我自己是觉得非常之榮幸 曾永健在自己经营的餐厅 他招呼陆远离为他打气的朋友 招待远道而来的为他打气的朋友 我参加这个性能传递 因为我的女儿排名的 她就认同我 写了一封信 就去了奥运的奥运会那里 说过我在本埠做过什么公益 对于许多参与传递终点奥运组 的少数民族来说 也和曾永健一样 会将传递火锯 会将传递火锯 成为一个得到主流社会 接受和认同的象征 在整个奥运所带来的 节日气氛当中 在整个奥运所带来的 节日气氛当中 大家都在时 将民族和福祉的界限 各自在一旁 大家都暂时 将民族和福祉的界限 摆在一边 无声飞出台记者 郑永志 在伍斯特市的报道